明世在行感恩记上线啦 新年好礼订阅就抽 嗯那到底要怎么抽奖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一起说 丰富大奖周周抽 详细办法请建明世新闻官网或文字说明 那在关报告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两类的本土的暗影电话 那一位是一位是医师 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雪荣江 武汉肺炎疫情全球紧绷 台湾也不能大意 但是昨天晚上传出北部某医院 出现内部防控不当的状况 民众爆料有感染情形 那医院就紧急消毒 门诊及手术全部暂停 那是否有医护人员被感染呢 情况有多严重 桃园的三大购物中心 已经临时停业消毒 影响范围有多大 指挥中心最新的说明 同时还要关注中国疫情连环报 河北两名确诊者 曾造访武汉 现在全面检测 武汉会噩梦重演 二度封城吗 那河北紧急新建 5000人的方舱医院 显然疫情严重 习近平新年谈话才说 书写抗疫史诗 结果疫情扩散 北京成了惊弓之鸟 任何车辆不能进入北京 连去上班都不行 河北人成为去年的武汉人 被歧视 大学生提前放假 但是回不了家 困在街头 无法叫计程车 因为司机也困在路上 买不到饭 加不到油 抗疫史诗 怎么会变成互相歧视呢 另外台美中三方关系 美国取消和台湾的交流限制 联合国大使明天就要访台了 中国官媒疯狂叫嚣 台湾政权末日倒数 但是国民党怎会同一口径呢 嘴巴讲亲美 结果做的都是反美 外媒分析 美台朝正式外交关系发展 蓝英是在不高兴什么呢 跟中共一起反美 台湾民意会支持吗 而美国政权交接倒数 中共蠢蠢欲动吗 解放军在东海 福建南部海域进行军演 美军F-35B战斗机 县宗菲律宾海在两栖突击舰 执行起降操演 美国认证 中国海军企图颠覆全球 350艘军舰 规模世界第一 但数量多就代表战力强吗 造舰速度快 但是人才来得及培训吗 而且中国经济已经下滑了 庞大的军舰数量负担有多重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在我业组本地位是 民进党立委专锐雷雄 在残疾专家邱敏宽 大家好 证据学教授范世平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陈敏鳳 大家好 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大家好 大家好 再来是台湾世卫交流协会 理事长江冠宇医师 大家好 稍后还有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近平会加入讨论 先来关心北部医院 爆发感染事件 指挥中心的最新说明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两例的本土的案例 那一位是一位是医师 台湾在线本土病例 还是第一起医师染疫案 838市北部某医院医师 曾照料武汉肺炎 确诊病患 1月4号连两天 进入负压隔离病房 协助重症患者插管 1月8号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 1月10号通报医院裁检后确诊 而同株护理师女友也确诊 指挥中心定调案838 是院内感染 而女友案839 虽然是同院护理师 但并非因工作染疫 从1月9号出现咳嗽 发烧等症状 1月11号进行接触者裁检 才确诊 两人目前症状轻微 CT值低 属于病毒量高的感染初期 不幸中的大幸 我们这里面裁检了464人 总共裁检了464人 全部都是阴性 相关的工作人员 我们也宽列了39人 有26个人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集中检疫 13个人在居家检疫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传出 北部某医院出现 这个防控不当的状况 那指挥中心最新的说明 是说这些医院的重症患者 医师也被感染 那他的女友 是护士也被感染 那么目前 这个医护是全部验证 只有两例阳性 其他是阴性 明宽兄 你了解 现在最新情况是怎么样 在今天早上 我们可以发现 报纸的一个头条 都用插板的一个方式 赶快把这个所谓的 国内感染插板 把它放进去 那么在下午的话 陈时中指挥官已经开始 把全部的状况把它陈述出来 那目前来看的话 案情是应该可以受到控制的 大家先不用太担心 今天两例境外 两例国内 836美国回来 837英国回来 那现在重点在 838跟839 先讲838 838是北部医院的 某位住院医生 他在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帮病人做插管治疗 那不知道在当中的话 是哪个程序有出了问题 后面的话 他有产生的感染 那他感染完之后 他是838 他是医生 他的女友是839 是护士 但是这个不是院内感染 为什么呢 因为839这个护士 他们是共同住在一起 所以目前 这个算是社区感染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疫调 先把它跟各位做一个 简单的说明 目前就医院当中的话 就医生跟护理师 双方总共共有39位同事 这39位同事的话 已经全部都采验完了 全采因 再说一次 全采因 但目前是做自家隔离 所以到底这个医院 现在可能 他的人手会比较不够 因为有30几位的医护人员 目前是居家隔离的 那目前就整个 所谓的匡列的波的话 总共有464人 这464人在医院当中 目前陆陆续续 在追寻当中 社区当中的话 因为我们刚好跟各位谈 医生 护理师 住在一起 同一个社区 这一个社区里面 目前社区有56人 要做整个后续的一个采样 目前出彩 有14个人 一位阴性 就是这位的 839的这位护理师 13位 目前在等资料 42人 目前在等待采检当中 那目前医院的状况 再跟各位说明一次 目前医院的一个状况是 全部消毒 消毒完之后 开刀 暂停 门诊 正常 然后呢 住院人数 现在要限制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医护人员 目前要做整个 所谓的居家隔离 那短期来说 这家医院 只出 不进 这个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再讲桃园市的一个状况 目前桃园市的话 因为今天早上10点钟 就发现爆了share了 为什么爆了share了呢 桃园最热闹的 三个购物中心 包括了台茂购物中心 大疆购物中心 跟IKEA家具广场 他们就已经短线先休息一天了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会不会就是在桃园当中 当然目前 就卫福部来说的话 他们讨论的都是 北部医院 那目前来看的话 再跟各位说一次 这个案件 现在就整个所谓的 上缘跟下缘来说 这个都是可以溯源的 所以请大家要相信 我们国内的一个防疫政策 我认为短期来说 特别是今天的股市 特别的震荡 台北股市连续涨了11天之后 今天开始 开高之后就往下杀 那杀的过程当中 大家就是在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们前一次 请各位不要忘了 前一次也是发生在桃园 但是后面的案件告诉我们 虽然说过去那个机师 他有曾经出现乱跑 但后面那次的疫调 我们有守住了 这次目前来说的话 这个不叫院内感染 再跟各位说 不叫院内感染 因为医生是在坐插管当中 得到感染 回到家之后 做了接触的一个感染 我认为这个后续 是可受控制的 大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跟害怕 的确 其实台湾的防疫成绩 能够现在非常的不容易 但其中 这个医护人员是最辛苦的 所以当媒体有说 这个医院 有所谓的防控不当 其实真的是不了解状况 因为这名医生 是在执行插管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受到感染 我要请教江医师 医师在做插管的 这个过程 是不是感染的风险 非常高 那医生是要怎么防护 就是咳嗽 就是我们说 咳嗽的时候 它其实会飘出 最大量的病毒量的 悬浮 威力在上面 病人会咳嗽 对 病人会 会咳嗽 所以说一般 那个什么外科口罩 或是一般 我们戴上口罩 根本就不够 会从旁边生漏进去 所以说要戴N95口罩 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包含说面罩等等 病人说 喷到眼睛这样 会喷到眼睛 对 然后包含说 你还要穿 类似像手术衣那种 防腹衣 全身都是套得 紧紧密密的 对 但是 会不会有些病人 甚至有些呕吐的状况 可能会噴得一身一脸 那当然会 是不是有这种风险 不过通常我们会 在插管过程中 会给镇定剂 所以呕吐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除非是非常紧急的插管 嗯 但那种情况 我们还是会给 这镇定剂 所以在我自己经验来说 说病人发生呕吐 或躁动不安 其实是相对比较少 对 那我刚刚讲到说 呃 我们 说不知道哪个环节 刚刚有讲说 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个人是觉得说 我们做这些防护 即便说每个环节都对 那只是降低的那个 几率 那不然说很多我们 自己肉眼 直观上手 看不到的 比方说我们可能在拖的时候 拖的时候 拖的时候可能我们把它拖下 可是还是不小心沾到或怎么样 那那时候我们是强调洗手 没有错 可能跟拖下 可能它是短袖 可能手臂上又洗不到 那可能就 诶 变成一个感染的几率在 那通常医生 比如说你在脱衣服 或说你在执行之后 那个整套防护衣 是不是就要丢弃了 丢丢 全部都要丢弃 其实这是台湾 非常幸运的地方 因为台湾现在案例数少 那我们做好 全套的资源的分配 所以我们就是全套拖嘛 那就是最符合 那个安全的原则这样子 其实在英国 他们我现在讲 真正所谓院内交叉感染的实况 是什么样子 他们是在各个病房 他其实亚洲的医院 或说台湾医院 有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他就是每个病人都 一个隔间 或两个病人一个隔间这样 可是在英国那边 如果真正有去那边实习 或是有在照片上看过 或是在影区上看过 他们的病房配置比急诊 其实还来的差 甚至都是说在六个人一间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每一个 这样的一个房间 都会配绿色 橙色还有红色 如果说把他们标成说 地图上面这样来看的话 他们现在是变成说 这边是绿灯 然后别的地方可能是橙色 可能有些是疑似 红色就是已经有确诊了 他们好像打地鼠一样 红色橙色到处乱冒 这才是真正的院内的交叉感染 如果说两个案 你说应该是正确来说 是院内有一个 医院里面有一个 然后其他来说 都是硬性的话 其实不构成所谓的交叉 那江医师 今天因为碰到这样的状况 是医护受到感染了 你觉得在医护界 会不会引发一些恐慌 就医护人员可能 也非常担心自己会被感染 当然会害怕 都已经说台湾都已经做到 已经资源很够 都做到说一套SOP 都已经教育的很好的情况之下 操作的很好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被感染 代表说我这病毒真的是 那个传播力还蛮强的 对对对 的确是我有些恐慌 会有些打击在 不过我觉得这过几天 其实我应该是还好 如果控制住应该都还好 的确因为现在全民都在高度关注 毕竟我们的防疫防了这么久 那现在是在医院端 这个部分是不是现在 我们的指挥中心 是不是有做好防控措施呢 来一碗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 是不幸中的一个大兴 现在所匡列的 这个464个 这一个接触的里面 看起来 我们现在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检测出来 都是阴性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跟去年的 一月份来看的话 经过这一年 台湾的防疫 经过这一年的一个时间 我们大家这样子操作 我相信整个SOP都已经建立了 而且今天大家看到 陈时中出来以后 大家可能又稍微心安 也就是说你说 从去年到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每一位感染的人 他的疫情 甚至于后面的一个疫调 然后到最后 像比如说他隔离了以后 然后到最后他出来了以后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我们到现在已经都有 很多的一个经验了 那重点是说 大家本来就是想说 不能去讲哪里 哪里都在讲北部 可是偏偏 从各大媒体讲到的 什么桃园多处的 什么购物中心 然后又是桃园市政府 又要出来开记者会 大家猜也猜到是哪一个县市 但是不管是如何 市长都出来开记者会 是啊 所以不管是如何 以这次来看的话 还好啦 以指挥官的讲法是说 现在他并不是一个院内的感染 那又检测了这464位 又是阴性 真的是不幸中的一个大性 所以我们来看的话 台湾 我们之所以让外界来称赞 就是第一个 我们公开 我们透明 但是这个公开跟透明 其实我们到处在讲 连我们在政论上在讲的时候 几乎我们处处要去 顾忌到当事人的隐私 连各个县市 我们都很怕去把它给讲出来 也就是说台湾 我们每一个人在谈论这个疫情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低调的 大家心里想说 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那我相信 接下来另外一例的 到底是 比如说那个护理师 他的整个 过去在讲的是旅游史 现在都讲都是他 他移动的一个轨迹 那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这个如果再公开的话 我相信虽然经过一年 大家难免会恐慌 为什么 因为这个疫情在国际上就是烧 我们台湾好不容易将来度过 那在这段最关键的时刻里面 全世界在烧 那我们突然蹦出这两例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得不谨慎 你说口罩 洗手 酒精 这三样在去年是必备的 那请问到了今年以后 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有多少人 你除了戴口罩以外 那有多少人在洗手 有多少人在拼酒精 喷酒精 也就是说防疫 还是不能松懈 好 针对北部医院 有两名医护被感染的事件 我们现在连线 新邦医院副院长洪子仁 我们请洪副院长跟大家说明 因为通常医务人员 也都知道了如何防护 但这次为什么还会发生 当中是不是有哪些步骤 可能是造成医护人员会被感染的风险呢 是的 我想就是说 这个医护人员在照顾 这个确诊者的一个过程中 本来就是 再怎么样的全套的防护 还是会有一定的风险 然后那我们都知道说 因为这位医师就是之前有照顾 这个确诊者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呢 现在指挥中心事实上也在 在调查 异调说到底是从哪个接触点被传染的 但是我想这个是目前还在一个调查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常在讲 就是说他能他会被感染 基本上要有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要有感染源嘛 这个感染源一定是这位确诊者 因为他可能从境外来被确诊 收置在我们的专责病房里面 然后呢他本身有病毒 所以医生进去照顾的时候 虽然是全套的这样的一个 PPE的防护的一个装备 可是呢 因为这个本身病人是有带病毒的 所以呢在环节上 譬如说在接触的过程中 或者在这个环境的这个点里面 只要稍有一点点的不剩 就有可能发生所谓院内感染 像今天这个案838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事实上839 因为是跟这个838呢 可以说是密切接触的 虽然是属于本土的社区的一个感染 但是因为他本身是找得到感染源的 所以我想就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家是不必要 在这个时间点感觉到很惊恐 另外我要补充说明的是说 事实上指挥中心也针对了 整个医院里面400多位的 可能的接触的这些医护人员 等等都做了裁剪 所以今天看起来也都是阴性的 所以他们还会再安排第二次的裁剪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 我还是要跟全国的观众 跟你们报告 事实上我们常讲我们的医护人员 就是站在防疫的第一线 本来就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风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武汉 COVID-19的疫情可以守得这么好 我常讲说大家要对医护人员 要有一个有致敬 能够对他们表示敬意跟感谢的意思 也不要有给他们太大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尽全力在医疗 那只是说过程中一定是有一些地方不剩 而产生这个确诊的状况 另外我要讲一个 指挥中心有一个很棒的点 我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今天这两个确诊者 他的CP值都很低 只有15到16 代表他是感染的初期 换言之我们是在很早期 就把这个感染源找到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医护人员他感染确诊 我们很快的帮他找到 很快的帮他找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态的一个扩大 所以我想这也是指挥中心 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有高度的一个警觉 这个医师本身 他一发现情况自己不对了 就赶快自动的去裁剪 才能够很快的把他的确诊的状况 把它找出来 避免形成更大的社区的一个破口 那副院长你觉得对于医护人员的这个防护 有没有在这个加强的这个空间 毕竟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医护人员 我想这一点全国的观众是可以放心的 我们的医护人员事实上因为台湾 因为我们的疫情非常的稳定 所以我们在防护的这些 防护衣口罩和装备都是非常的一个齐全 所以目前来讲当然医护人员就是说 有这样一个事件以后 一定要更注意自己在整个PPE的穿脱的一个部分 一定要按照指挥中心SOP去做 才能够避免自己的被感染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 疫情是这个全民都要积极的去配合 因为这一次是有某家医院有传出这样一个状况 包括地区性的三家大型的购物中心 也赶快紧急消毒 其实都在避免引起民众的狂慌 瑞德哥怎么看 现在这个医院部分当然就是说 指挥中心这个陈时中心讲说 没有考虑封院 因为毕竟封院过去有惨痛的历史 同时医护人员三天后还要继续做裁剑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在北部的这位医生 我相信他也不愿意这个样子 他不是故意去感染的 他也不是负责插管的医生 因为负责插管的医生必须是麻醉科的医生 因为我刚好有几次手术的经验 常常被插管 跟各位讲 如果你心被全身麻醉了以后 什么都不知道插管 那是你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会有插管的那种感 你要知道插管是义务入侵 所以常常会不小心会咳嗽 会那个 那所以呢 他当时的状况 应该现在我们的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大概掌握的是 这位麻醉科的医生 他并没有被感染 但是因为在旁边协助了 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 就是有相关的飞沫 还是之类的这个病毒 因为使他感染 我们不知道 因为在那个环境下 你能做的你都做了 刚刚说的 全套的这个黄物衣 然后护目镜 包括你的口罩 然后所有的一切 手套什么东西 全部你都做了 然后他还是负压隔离病床 不过 至少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 就是说 这一位 他们被传染的这一位病患 他们的病毒并不是英国的变种病毒 这个可以肯定的 因为有人会怀疑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为什么之前不会 那现在这么 好像全副武装了 还得到 一定是在某个环节上面 让这个病毒有可乘之机 但是到底是什么 现在必须去查清楚 现在必须去查清楚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查清楚的话 很危险 对这些 这个医副人员来讲 都是很大的风险 那么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位 这个医生 他后来 他的女朋友并不是 同家医院 但是并不同的可别 但是因为他们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所以后来才会 一例是在院内 等于说自己感染到 另外一例是在社区感染到 因为他们是在住在一起的关系 那目前好消息是 至少464例在院内有相关的 医副人员也好 还有包括这个住院的人 家属 全部一采阴 都是阴 三年后 那么相关的 这个可能会采第二次等等 如果第二次也是采 都是阴性的话 那么比较安全一点 当然社区的部分 还有56位 其中还在想办法 在查的过程当中 那么从这件事情 也给我们很多人一个教训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认为说 按照SOP来 都一定是OK的 可是病毒是无孔不入 我们只能尽量防 那你有没有在去年 去年那一例本土案例 那一位不守规矩的 这个长龙机师 那一位纽西兰籍的机师的 是本土案例的过程当中 学到教训 你的口罩戴上没有 我问你 你口罩戴上没有 你知道如果大家的口罩戴上 就算这一位 这个不幸感染的医师 他去过了咖啡店 他去过了大卖场 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我想他因为 他的工作的关系 他应该会是 戴着口罩进去的 可是如果他坐在里面 他还是必须喝咖啡 但是只要没有 依据我们过去一年来的经验 告诉我们说 只要你没有近距离的 非常靠近的 15分钟以上的交谈 是比较不会 那么容易得到的 那现在我们大家就祈祷了 那从这件事情上面 我也有一件疑惑的事情 就是说 那么我觉得劳苦功高的 医副人员 我们一定要肯定他们 绝对不能排斥他们 但是 那么有关于 会跟这个确诊者 接触的医副人员 那他们事后的 防护措施是什么 就是说可能必须要 更加的慎重 你懂我意思吧 要更加小心 对 为什么呢 你看那个长龙的医师 后来事情爆发了以后 当政府还有一个 777的腹肌尸事件了以后 现在不是都要7天吗 那我们医副人员 他去这个等于说 为了我们大家 然后去照顾的 相关的这个确诊者 他应该也有一个SOP吧 是不是要更慎重 那这个 为什么不要对他们 有过度的歧视 跟恐慌不可以的 为什么 没有他们照顾就没有我们 你知道吗 没有人愿意被 这莫名其妙传染到 而且你要知道这家医院 是非常有道德勇气的 我们五分之一的 去诊者送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第一位 也是送到那边去 所以他们承受到 很大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们一定要 把漏洞找出来 把这个漏洞补了 补了以后 就让这个病毒 无可撑之机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每个人隔离14天 然后包括自主管理7天 所有医院都按照这样讲 现在他们的医院的 相关的病房 整层楼已经进空了 听说可能还会在 进空到第二层楼 全部都去年你也不要忘记 台湾发生过两起的 所谓的护理人员 因为这样子感染的事件 那一次还感染到清洁工 还感染到照顾的人 还感染到病患 造成很大的问题 可是经过一年以来 我们国家事实上 已经做得非常的可圈可点 没办法做到完全滴水不漏 但是至少我们能够有疫调 把那个洞也补出来 让它不会再扩散出去 你确实这个防控病毒 其实白蜜就怕有疫苏 那特别针对我们的医护人员 那这个防护的这个措施 更是要做得确实 只是说这个病毒真的是越来越难测 因为美国的FDA已经警告了 部分的传染力强的变种病毒 可能让检测试剂出现尾阴性 那就会更难找出确诊者 车子大排长龙排了好几圈 等待进入洛杉矶的稻齐体育馆 检测无非病毒 美国疫情升温 出现传染力强的变种病毒 美国FDA甚至正式发声明警告 变种病毒可能导致某些检测 呈现未阴性 也更难找出确诊者 变种病毒目前已经造成 三款检测试剂 出现未阴性 如果患者有明显症状 只能综合好几种检测剂 才能评估 让疫情更棘手 当病毒越难检测出 找出确诊者 其实对于医护来讲 风险也非常高 江医师我们刚刚这位 瑞德哥也特别提到 我们的医护人员的防护 层级措施是不是要更加强 之前我们其实 在去年时候就讲过 要尽量避免说 直接帮病人做插管的动作 为什么麻醉科 尽量优先来帮病人做插管 因为他们会有那种 Videoscope 就是说用内视镜插管的部分 这什么是内视镜插管 传统我是这样子直接 像雪橇这样东西 把它给插下去 但是现在技术是说 这边有个萤幕 我这个像雪橇一样 这样子插管 它其实上面有一个摄影机 所以我是直接头高高的 看着摄影机 然后就是把插管 把它这样子 看着萤幕放进去 这样可以说 跟病人之间的距离 变得更远 会减少更多的危险 咳也不会说大量农物就直接往你上面 减少那样的机会 以后我们都是 可能就是用Videoscope 用内视镜的技术 有一些器材仪器可以协助 对对对对 避免医生跟病人的距离太过接近 对对对 这大概这样 然后另外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说 大家的公位措施 没有讲到这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 自己内部有些人会强调 就是大家除了洗手 或者说帮病人做比较危险的侵入性的那些处置之后 不管是做胃镜做什么 那除了说洗手完之后 那如果说你是帮那个人做的 你会其实这样洗一下口鼻 至少如果真的有沾到 你可以减少那样的浓度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忽略 像说政府都有宣导非常多 就是你不管在那个地方工作 或是说在公共场所 密集的场所回来之后 回家的时候洗一下手 然后再跟家人做相处 可能要洗澡了 可能都会忘 可能全身都要清洁了 或消毒可能会比较保险 也许有些人比较小心 全身清洁可能也会比较好 就清洁过后 再跟那个里面的人 家里的人相处 那将一学怎么看 我们刚刚的video就说 这个变种病毒 现在似乎连试剂都很难检测出来 这个病毒是不是越来越刁钻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最主要是说在一些 其实在一些轻症患者 他的身上 你要表现出一些轻症症 或者说不会表现出症状 通常是感染后到第五天 他的那个病毒量 才会稍微到达说 被检测到的那个阀值 有些是太灵敏 就每个都是未央性 就是说其实他没有 那个病毒的抗云 可是会被测测到这样 太灵敏就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说做的恰到好处 有时候就是这个病毒狡猾的地方 他就到第五天 所以说我们踩点低 我们为什么要三踩 就是这样来的 就等到说 你可能到第五天最后一线 你可能还是有被踩到的几率 还有另外一种是说 我们说这病毒变应的还蛮快的 那我们说像那些试剂 是针对说他病毒 原本那个第一代的实验室的版本 他上面的病毒壳 上面的那个 那个极蛋白的模样 去给他做 做那个亲和力的 那个显示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说这病毒都突变 他可能极蛋白 他发生一些变化 亲和力不太一样 就会就我们说 那个是好像一个萝卜一个坑 就那个萝卜又行动 长得不太一样 可能就撤不到了 有可能是这样 所以这病毒的确是狡猾 要不然就是浓度量 就是压得低低的 那日本说也出现这种新型的变种病毒 跟南非跟英国变种病毒都不一样了 都不一样了 那有时候说引起人类的那个免疫反应 也是不太一样 在过去其实在 因为我们说这对老年人比较致命 跟他们是以咳嗽为主 发烧反而稍微少一点点 在年轻人或者小孩子都是以发烧为主 而像我们可以看说后续的资料累积 是不是在那个发烧的部分 他变得比较多 因为其实有那个免疫 也有个免疫期刊 他分析出来说 在发烧的病人 和以咳嗽症状为主 那些老年的病人 他其实抽到的免疫球蛋白形态是不太一样的 那代表说那病毒 他的亲和力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后续发现说 年轻人变得比较多 然后呢都是要以发烧的方式来做呈现的话 那病毒变得还真快 OK好 所以面对这个狡猾刁砖的这个病毒 又不断的这个变种 来 明凤姐 看来我们的防疫措施 还真的是必须随着病毒的变化而做调整 我们一直都很安心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因为安心而松懈一些部分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还是很干净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 因为其他的同事460 或是病人464个人都是 一踩还是阴 但是显然在这个执行过程中间 他是不是有些疏漏 这是我们要去检讨的 那你如果说你口罩戴的不是N95的时候 那难免也就说 我跟你同时操作 可是隔壁那个人戴N95 你没有戴N95 所以那个人没有中 所以他继续上班 那你没有戴的时候 那你就可能被传染 那你没有戴可能就是因为 你觉得好像很安全 所以心里就很松懈 那事实上也是 就是说也是这样 那松懈里面就容易操作一些 变成一些错误出来 然后导致一些这个感染嘛 然后再也有人讲说 这个医院上面 因为现在很多人如果要出国的话 都要一张那个所谓的证明 那证明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这个目前上面 又没有很多的case 所以大概医院的处理 就如果说你把这种 在验这个肺炎的人 跟所谓的一般门诊的人 混在一起的时候 这也不行 那当然也有人指责 这家医院是这样子做 但是这家医院说明了 他们说12月16号以后 他们就已经做好隔离了 那是去年的状况 对 去年 那已经是去年 跟这次的感染 应该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他们已经在户外 弄一个这个检验站 分流 分流 对 他们已经做好分流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出国 然后我也要取得这个 武汉会员阴性的证明的话 他就是在户外做了 所以说跟所谓的这个所谓 河流的部分 并没有 跟这次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整个台湾 在这个就很安心 很这个很放心的情况之下 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疏漏的地方 那这次当然就说 因为尤其是这位 这位女士的护士 她的除了社区 因为她是属于社区 因为指挥中心 把她今天归类为社区 那因为她还有在上一些课 所以还有一些同学要匡列 所以这个规模看起来 就是说 范围很广 也很广 因为你光医院已经减了400多人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社区跟同学都 那跟那个磐石剑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整个指挥中心 在讲的数的时候 是说他们都有戴口罩 在外面 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 也是喝咖啡的时候 拿下来而已 所以这个我觉得整个部分 因为我还是觉得很OK的 应该不会就是这两例这样子顶多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要从这件事情 要得到一个检讨跟反省 就是说是不是 我们因为太安全了 然后就是有些松懈了 那事实上其他国家都 陷入水深火热地区 所以我们真的 在看到别国的处境 我们自己在 藉由这次事件 也可以提醒一点 我觉得这个 都是用比较正面 积极的态度去看待 就不要恐慌 这样就是比较好 再来关心中国的疫情 现在这个五废疫情 呈现出连环报的情况 出现非常多的乱象 连他们的物价也大幅飙升 中国河北石家庄 因为无非疫情再起 7号开始封城至今 当地居民只能通通呆在家 最远只能一步到社区中庭 一切用度全靠网络采买 不得外出 只是种种限制 竟引发了各种乱象 没带口罩的老先生火超大 不听劝 拼了命自己开门 要杀出重围 消息一出 老先生随即被棋底 原来是2014年退休的 前高义公安副局长 只是如今因为不配合防疫 遭判拘留五天 但除了前副局长之外 平山县推出老人 全民检测 也有人不从 保安警方最终竟一涌而上 将老人家按压在地 强迫筛检 实际上因为封城关系 民众恐慌 竟也出现不肖业者 轰抬物价 市场卖的大把葱 竟含到人民币160元 只是卖场的原价 不过15块多 其实因为河北疫情延烧 7号进入暂时状态 不止石家庄 其他县市城镇也跟着大风特风 我是在我们小区门口这个马路上 路边的门市都已经关门了 这是路边的门市 看一家一家的都关门了 而北京的顺医区也爆出一堆父子确诊 只是无症状感染的儿子 竟是网路轿车的驾驶 与他接触的人据说超过百人 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是连环报 其中河北是重灾区 河北都已经是封城了 现在传出有两名确诊者 造访过武汉 现在武汉就全面进行检测 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 这个武汉会不会二度封城 同时我们注意到石家庄 他们说新增21例 但其实他们就说 这个数字远高于此 现在包括石家庄南宫市 要紧急修建5000人的方舱医院 同时他们也盖了一个 什么叫做火眼实验室 说10小时就盖出来 说可以一天检测100万人份 明欢兄 一天检测100万人 代表他们能力很强 还是说他们的疫情已经炸锅了 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数字都非常非常的恐怖 例如说我们单单去谈到 这次的镇央中心 这次的镇央的中心 在石家庄跟邢台市 各位两个市 加起来1300万人 这么多 对呀 在整个北京 它总共有三个机场 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 跟镇兴机场 那目前镇兴机场 它就在石家庄 镇兴机场的整个规模 就跟台湾中正机场差不多 一年出入就2000万人 那现在这个问题 就变得有点麻烦 我们现在把问题 把那个时间轴拉开 这次的问题 从12月15号那时候开始的 在北京的顺义区 各位还记得吗 习近平最爱去吃的那家包子店 后来出了问题之后 他们就开始去溯源 溯源沿路一直追 一直追 一直追 追到后面就追到了石家庄 追到石家庄 问题才开始爆开来 为什么开始爆开来呢 因为第一个 半风势 半风势完 完全风势 完全风势完之后 现在北京完全空起来了 北京现在是只出 不进 外面的人都不能够进来 那外面的人都不能够进来 我就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北京是重中之重 北京就跟台北市 石家庄就跟新北市一样 那你所有的菜 人员你都不进来 能够正常吗 根本没办法 他们说现在连上班都不行 因为河北离北京 说半小时车程 没错 所以很多人说房子买在河北 然后现在要进北京上班 现在入风了 没办法上 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 就很多人说 你要让我过 放行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么多人说放行放行 我连进北京上班都不行 现在封城 问题非常非常多 刚刚中江所谈论到的就是 我在北京市上班 可是我家里面住在石家庄 我不能够进去 我怎么办呢 还有很多的问题 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例如说 现在单单物价的问题 我昨天看到那个物价 我真的吓一跳 现在东北也是 北方也相对冷了 买1000公克的韭菜 买1000公克的黄瓜 买两包面 这个在台湾的话 大概顶多就100块 你知道他们那边 拉到人民币 拉到多少吗 人民币拉完之后 换算成台币450块钱 整整倍涨了5倍 那你倍涨5倍 能不能够说这时候抗议 我跟你说 你能够抢到菜 你就要偷笑了 还有很多的大学生 现在更麻烦 理论上来说的话 因为下个月才春运 所以应该是 现在慢慢进入考试 考试完之后 学生开始休假 可是已经有疫情了 那怎么办呢 好吧 那我们就提前休假吧 结果提前休假 惨了 为什么惨了呢 第一个学生 学生出来 目前状况怎么样 不知道 公交车司机 计程车司机 通通都不在 那现在还遇到一个状况 现在在全国各地 你只要碰到那种 过去是武汉 开头的车 没人要收 现在是河北开头的车 也没人要收 所以现在计程车司机 好惨 计程车司机 各位 他一天 他要去捅一次鼻孔 一天要检验一次 那我们说 你去检验到这么多 他中间载到什么人 你也不晓得 会不会矫枉过正 这个不晓得 那我们去看到 这个所谓的火眼实验室 这个火眼实验室 各位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气囊 然后气囊呢 他们的机台就往内摆 那当然对很多的观众来说 就会觉得很怪 奇怪了 从去年的 所谓的一个火神山 一直到现在的火眼实验室 为什么什么东西 开头都要用火呢 其实这个跟五行有关系 肺炎 肺鼠筋 那火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金融化掉 所以中国他们就是利用 所谓古代的这些 所谓的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 去希望能够去克制这件事情 但你说这样是迷信吗 也算迷信 那为什么呢 方舱医院火神山 开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做这些火眼实验室 一年多了 疫情有变好吗 其实也没有变好 那现在问题的状况 就是在于 目前几千万人 绕在那个地方 那绕在那个地方 进退不得 物价高涨 大学生没办法动 然后呢 很多人也没办法上班 但最大的主要的问题 还是在于 数字都不笼啊 不是一直说有超级感染源吗 不是说人又往哪边跑吗 一下子东北 一下子河北 一下子北京 东西绕来绕去 最简单的 数字兜不起来 现在正在武汉 谈到有两个人 跑到武汉 武汉整个人都快疯了 武汉各位别忘了 12月25号 他们才盛大的庆祝说 我们这个地方 已经脱离了 过去的一个悲情 但事实上 真的是这样吗 对于中国的疫情 全世界的人 最担心的就是 他不透明 那他不透明 他的状况如何 我们不知道 如果真的 只有几十个人感染 你去做这种 一百万人的检验实验室 那不是在逻辑上 不合逻辑吗 对的确 现在中国民众都说 不管那个数字了 因为从来没有准过 那现在生活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的确 生活陷入了困境 因为封省封城 道路通通把它封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河北的部分 他们的大学生 因为提前放假 但问题是回不了家 也回不了学校 所以就变成说 困在这个路上 那要叫车也叫不到 所以就扛着行李 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很惨的情况下 叫不到车 因为连司机也卡在路上 因为他们说受到歧视 司机在路上说 想要去买个饭 不卖给他们 要加油也不给他们 那路也不给他们开 瑞德哥 所以现在出现这种 非常严重歧视的情况 他们过去不是说 武汉加油吗 现在怎么对待河北人 是这个样子 对的 没错 去年 那么中国大陆车牌 是这个等于说 湖北 那时候到全中国各地 只要加油站 只要大漫场 你看到有没有 就举报 举报说他是湖北来 怀疑是武汉逃出来的 然后那时候就说 不要歧视 这个等于说湖北人 你说不要歧视 到处在歧视 不是这个样子吗 中国很奇怪 为什么呢 表面上叫不歧视 然后到处在歧视 然后他们发生 天灾人 或比如说大地震的以后呢 那么说救了很多物资 叫人家捐钱 叫这个台商啦 外资啦 叫很多艺人捐钱 自己的话 台北老百姓不捐钱啊 你如果老百姓一个人 捐十块钱就好了 你十四亿人口 你能够有多少钱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这次也是一样 你知道这一次被歧视的是 什么车牌 你知道吗 GA 你知道为什么吗 石家庄 GA就是石家庄 所以石家庄现在车牌 所以才会发生 那个所谓的小货车 我们前几天讲过嘛 他从这个石家庄 开到这个新疆 就是因为他的车牌 所以被拦下来嘛 就没想到一拦下来以后 开了3000公里以后 发现他是确诊 那我问你嘛 台湾疫调 今天疫调 做那么完整 做那么多 几百个人都做得出来嘛 他们有办法做疫调吗 他们沿路这3000公里 他去哪里上课厕所 他去哪里休息过 他去哪里吃饭过 他去哪里 这个等于说睡觉过 你有办法做这个 完整的疫调吗 还有你不要忘记哦 之前在跨年的时候 中共还媒体大肆宣传 说欧美都陷入一片 这个等于七风苦雨当中 武汉在跨年 有没有在疯狂嘛 就现在石家庄 两个进去过这个武汉 天哪 今天整个武汉像疯子一样 今天听说来 网络上搜寻报表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大家很怕武汉 又重蹈去年的覆车 所以大家又开始抢 口罩抢了 卫生纸抢了 然后卫生系统 食物大家都抢 为什么 反正先抢再说 我不知道哪一天 会不会突然间 又跟石家庄一样 又跟大连一样 说疯就疯啊 这个就是因为疫情不透明 疫情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 河北现在号称一千三百万人 说已经两轮了 已经衰减过两轮 天哪 你们的效率好到什么程度 一千三百万人 两轮可以衰减过 听说是一百个一百个群聚 这样子衰减过放着 衰减过放着 我跟你说 本来没对 因为你这样衰减对吧 全对 传染出去嘛 那问题来了 你这一千三百人衰减 第一次就已经衰减出 三百六十四个人啊 如果三百六十四个人 是之前没有确诊的 之前确诊就大概两三百个人嘛 各位加起来就六百个人 那六百个人 他们现在很巧妙的 把无症状感染者 不算确诊者你知道吗 他把无症状感染者 巧妙把它拨到一边去 问题是 无症状感染者就不会传染吗 所以事实上他在盖牌 那我们现在知道是河北盖牌 重点在那其他呢 各位要知道 辽宁跟北京 从来没有中断过本土案例 只是他那个数目很少很少 可是不合理啊 如果你们真的可涨可控的话呢 怎么会每天都还有 你知道吗 照理来讲不是都已经衰减过了吗 那大连有一个人不是衰减 十一次才衰减出来是阳性吗 那有人衰减六次 听说有二十六个人衰减 四次才出来 那你这一千三百万 给人衰减两次 要怎么算啊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因为他们很冷 很冷的情况下 人类有一个就是不喜欢外出嘛 不喜欢外出以后会怎样 就会包在这个室内里面 就容易群聚 所以他现在你看尾牙不准 不准尾牙春久 什么东西都不准 什么都不准啊 然后紧接而来春运呢 你看北京在去年12月25号 就已经下令了 他们的军公教 包括他们的国庆人员 对不对啊 没事 没有报仗籍 不准离京 你知道吗 就不准离开北京 然后就地过年嘛 现在已经 现在你干脆就直接下令 今年春运这个取消 应该没有办法 取消 因为春运为什么不取消不行 各位他还有战票啊 你知道吗 他才有战票 确诊者打一个喷嚏 整个车厢都中啊 你知道吗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他 因为很简单 我们有几十万的台商 在那个地方 台商要回来 对你要知道 还有人竟然在讲说 什么台商回来以后 什么台商泡泡 不要检疫就让他们进来 天哪 你去看看中国现在怎么样 钟南山还有那个脸 出来讲说不会传染 不会传染 为什么现在从东北 一直到河北 一直到大地 每个地方 方舱医院检验量能 全部在扩充当中啊 所以表示他的 而且我告诉你 因为他敢说出来 愿意让我们知道的 有人开玩笑说 可能都少一个零到两个零 所以真正的状况 我们不知道 台商要回来 非常欢迎 请在二十几号之前 赶快回来 因为你隔离十四天了 以后呢 那么出来的 自主管理 搞不好还可以 跟大家家人吃个年夜饭 围炉一起吃饭 可以的 但是那么你要知道 本来上海的 这些地方的台商 本来想说 回来又十四天 又七天自主隔离 现在回去他们那边 现在最多 已经从十四加七 变成十四加十四 隔离二十八天 所以你要知道 有些台商可能会 因为害怕 害怕了以后 可能就回来台湾 那要不然的话 怎么会我们的防御旅馆 跟我们的集中检疫所 这么抢手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按部就班 然后呢 一点都不能放松 要不然的话 又跟我们去年 出的时候一样 又因为那边攻进来 然后让台湾 又因为这样而沦陷 现在看起来 其实中国的疫情 是这个炸锅 不光是河北 现在北京的疫情 似乎也不可控制 明凤姐 因为现在这个传出 有无症状感染的 一名男子 他竟然是 网路轿车的驾驶 那他这种无症状 因为我们就说 现在的这个病毒 看起来已经是变种了 变种了非常 就是你不容易去检测出来 那现在就说 他这种网路轿车 你怎么知道 他接触多少人 据说是超过百人 那这种情况下 北京的疫情 恐怕也是岌岌可危了 所以这个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北京的部分 因为北京现在就是 全部进入一个封锁期 但是我觉得最早 整个中共在 中国防疫的时候 就是说 譬如说石家庄 他一月出发 发现这个病例的时候 他就进行封闭 跟各种的防疫措施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到了现在一月中旬 他的病例 还是每天都在暴增 所以说显然 他现在的方式 是不是 根本有些就是没有效 那你说这个 筛检的过程 筛检过程 你本来每个人 就在家里面 就好好的 可是你到 叫他来筛检战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 是不是又传染了 所以现在北京 现在北京市 非常严正以待 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石家庄 是河北的省会 离这个北京市 这个非常的近 那整个 就说你中南海 如果现在是近 如果有人得到的话 这个是习近平 现在是最担心的事情 那你要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个北京市 是很复杂 他旁边还有一堆 这个外交使馆 你要怎么禁止 这些人进出 这个是非常 有涉及到非常 复杂的问题 除了这个防疫 还有什么外交等等 而且老师讲 你说只进不出 问题是会不会有 很多的漏洞 因为我们就说知道 河北市很多 这个供应北京的 一些农产品 那现在物价已经飙涨 他们说一把葱 原本是15块人民币 现在飙到 160块人民币 对 所以就刚才像讲 有两斤黄瓜 就105块人民币 台币就400多块 所以就整个 如果你说都进不去的时候 那北京人到底要吃什么 那你的 你又唯独 就说这个病例在中国 是会负债货物上面的 那你又把货 这个又载进去 病毒又载进去了 那他现在送菜车好了 送肉车 要不要进北京 对 所以说他整个防疫的概念 到底怎么样 然后中共只会吹捧 他过去的防疫史 然后在这个中间 这一年中间 这个大概7月之后 就无限拍了很多影视作品 来歌颂他们这个防疫的成果 那你现在不就是 都是吹牛吗 不是都戳破了吗 那现在最好笑的就是说 现在为了禁止这个 居民这个移动 然后就有很多很可怕 很好笑的口号 这是什么 什么宁愿在家把头碎扁 也不要出外冒风险 然后就是叫大家在里面住 然后又有很多网友就说 他们非常的害怕 他们很怕去年湖北 今年河北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像这样的人在路边 那你也没有好好的安置 然后这个 你要他们走离开 那他们要怎么样离开 所以整个北京上面在 你说这个火眼实验室 它这个整个一套 它的一套是要只有一万人 那一天要做一百万 听说要几百套才可以 那你几百套你要放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北京的疫情 是不是失控 现在是有点 大家有点怀疑 因为你当时在顺义区 跟朝阳区的时候 其实是有若干的病例出现了 就是我们也提过 就是这个便利超商 还有你刚才讲的那个司机 其实它的传染的人数 或是接触人数都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他把整个焦点 通通转移到石家庄上面了 他对于北京后续的疫情 他好像没有努力的公布 也没有努力的这个措施 所以说现在北京的疫情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黑数 然后大家焦点呢 就是把这个通通转到 这个石家庄里面来 然后放了很多什么 很新潮的这种 什么实验室或怎样 那北京到底实际的情况 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中共整个在这个防疫 有中间一段好像很自豪说 他们很成功 可以战胜比欧美强 可是如今看起来 如果你不透明 像英国变种 日本变种都会直接讲 那中国大论有没有变种 合理怀疑 它是应该有变种 对 因为这个病毒 到哪里都会有变种 可是它也不愿 WHO在刚开始要去的时候 它也说不行 后来才说行 那行事不处理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 一个不透明 就让北京的疫情 还是一个黑数 还是一个黑暗 所以当外界的关注焦点 在河北的时候 那其实北京呢 北京现在是不是成了 惊弓之鸟呢 特别是习近平在今年 新年谈话 还特别讲说 书写抗疫史诗 哇 讲得非常的伟大呢 那结果呢 现在变成了国际笑话吗 来 范老师怎么看呢 对的确我们知道 这个石家庄那个地方 它地底位置距离北京很近 只有290公里 所以开车大概三个小时就到 如果你坐高铁动车 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那个距离是非常的紧密 另外石家庄 它是一个交通的 一个主要的枢纽 从南到北 从北 它可以从京广铁路 一直到广州 另外它有所谓的石德铁路 就是石家庄到山东省的德州市 这是往东 往西是叫做石泰铁路 从石家庄到山西太原 是到往西 所以你看它等于是一个 南北跟东西的一个交通的 一个重要的要道 所以当如果石家庄不保的话 这个疫情可能会不断的 向外界去做流窜 包含我们看到像现在连武汉 又再次发生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觉得特别是 北京现在围在旦西是在哪里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 武汉距离北京很远 现在的石家庄距离北京非常近 另外我们看到石家庄 它是整个华北地区重要的粮食 包含水果 包含蔬菜 包含鸡蛋 包含肉类的 一个集散中心 就像批发市场 如果连石家庄的物价都膨胀的话 连石家庄的超市 东西被抢购的话 那表示中国接下来 北方地区的粮荒的问题 会非常严重 那当然我们知道 北京大部分的这些食物的供应 也是来自石家庄 在这个情况下 北京也会发生粮食短缺的现象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不仅仅是一个疫情 而且它对经济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 现在习近平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看到了 去年的1月23号 是武汉的封城 现在今天是1月12号 距离23号剩下11天 我个人认为 很有可能在这个月 这个石家庄 也会面临到一个封城的状态 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半封城状态 大家都不准 基本上是不准出门 但是整个的大城市 表面上还在硬撑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连石家庄也封城的话 那中国似乎就要重蹈去年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现在 刚刚大家讲过 习近平还在那边吹捧说 中国有所谓的抗议的史诗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史诗是真的话 为什么中国现在又可能要面临的是 这个春运 冻结春运 去年我觉得习近平还想撑过去 所以他在1月23号封城之前 那天是小年夜 他还在人民大会堂 跟他的党内的这些政治局委员 还在那边团拜 还在那边大家在那边庆贺 我们知道去年1月23号封城之前 春运已经基本上快结束了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 让春运暂停 因为春运对中国来讲 影响是有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 从经济来讲 如果我要春运回家 我第一个我要带钱回家 我会给他的家乡 带来很多的经济上的帮助 另外我要带很多的伴手礼 我要带很多的家人 都想要有这个春节礼物 我要大量采购 这对中国的经济的内需来讲 重要很大 所以我如果没有春运的话 这个东西经济活动全部停止 第二个从社会来讲 很多农民工到外地去工作 他一年只能够回家 见他的小孩子一次 只能够见一面 见他的父母亲也只有一面 再见是要等到明年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是唯一一次团聚的 一个团明的机会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 那很多在外地工作人来讲 他们会觉得 我这一年的期望 我在外地工作一年的努力 都白费了 再来这是社会因素 再来是政治因素 其实中国的每年 这个中央电视台的 春晚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不是什么 众议节目 也不是一般的什么 庆贺春节节目 它是一个政治节目 为什么 它所有的小段子 它所有的短句 所有的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歌功颂德 要大家感谢习近平 给我们过上好日子 让我们可以脱贫自负 让我们可以回家过年 这个是要感谢党的 如果今天春晚 同样的节目 大家只能够在电视机里来看 不能够回家一起 跟家人一起观赏的话 那很多这些外地的农民工 他们会觉得 我们这个党到底做了什么 而且你习近平说的 你的防疫成功 根本是谎话 这个对政治的稳定来讲 会是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对中央来讲 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还没有办法 真正下决定 因为这个对政治经济 社会的影响 都是层面 非常的扑得非常广 所以我觉得现在变成是 进也不是 不进也不是 那我们知道现在就只能说 北京说 蔡奇说 我们北京市的公务员 大家不要 就留在北京过年 可是问题是 如果北京外地的人 他要不要回北京过年 这就是个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 习近平大权一把抓之后 各个地方政府 没有人敢做决定 就等着习近平 他来做决定 我觉得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从中国疫情再度炸锅 蔓延开来 我继续请教 这江医师 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疫情 照理说中国应对这样的疫情 去年已经有经验了 怎么今年看起来 好像跟去年 好像都一样 那现在他们的病毒状况 到底怎么样 因为出现很多 无症状感染者 这是不是也代表 他们的病毒已经变异了呢 变异在亚洲 其实应该是比较少 所以亚洲现在的状况 比较像是说 变异后被回传 包括澳洲变成像是跳岛一样 那到亚洲 像日本南韩 中国的情况 因为其实数字都常常是被遮掩 所以我都不太直接去看中国的数字 我比较像常在全球的资料库网站 从中国旁边周边国家的情况 去推测中国内陆里面的疫情 比方说像中国内陆南部的部分 它接着是印度 印度它才年底经历一波高峰 然后才下来 然后跟日本南韩形成了counterpoint 就是说印度下来了 只有日本南韩 可能是接受到英国的变种病毒 或日本它可能自己也有些新的变异 那结果就第三波起来 所以说我可以说 中国的南部 它可能是比较像是像印度这样子 那可能在北京 或是说比较偏东北部的部分 或比较像是日本和南韩 你们也可以看说日本和南韩 其实波峰的曲线是一致的 对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中国可以参考日本韩国那样 一个波峰的一个驱动 沿海在东北区 然后在南部的部分可以参考像是印度这样 可以就把它变成全球scope 因为中国是地很大 所以它周边国家的影响是非常立即 而且明显的 可以从这个方向去看 所以中国现在的疫情 是呈现出不可控的一个状况了 我个人觉得说时间到就会不可控 时间到就不可控 都已经封城 他们动作很确实 如果说真的可以控制的话 为什么要封呢 对不对 那你的意思说封也来不及了 通常都是最后一步的措施 最后一步的措施 对它不是一个预防措施 预防的措施 都已经像是台湾这样子 台湾就是超前部署 其实就是一种预防 就是你暗数还很少的时候 那我就是把你这些全部都围堵 围堵围堵 不会像说我们今天爆发 那个两个国内的 那个医疗人员感染的案例 然后就是说 这个家医院止境不出 那我们在英国那边 其实就没有这样 那就没办法就进进出出 就随便给你这样子 松散的管理 中国的疫情 现在他们就说用个活眼实验室 或者说一天可以检测100万人 你怎么样 他们是能量很厉害 还是说其实是疫情很严重 那就是疫情很严重 我们通常疫情的需求有多少 然后我们的那些设备 紧追在后面 不可能说我们做个设备 高过我们的需求 因为医疗设备或是实验室 通常都是非常的昂贵的 当习近平说 写下抗疫的史诗 其实相对反映出中国的疫情 现在是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讽刺 来问问怎么看 照理说中国去年已经有经验了 怎么今年的防疫措施看起来 你觉得有办法避免去年的错误吗 还是疫情这个历史会再度重演呢 中国这个疫情让世界有点搞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呈现出来的数据 跟全世界来比较 它是很少的 可是你会看到说 这个地方要封城了 这个地方进入紧急状态了 然后方舱医院又盖了多少了 然后我又能量可以检测的一次 每天可以检测100万 光一个城市而已 那你会觉得很怪的地方就是说 如果中国的疫情是这么的 好像是稀少 那为什么中国特地还在讲说 他们写下了一个抗疫的一个史诗 有这么的惨烈吗 那外界都知道说 中国其实就是这一波疫情的一个源头 武汉 那好了 当初如果说不是中国隐匿的话 怎么会造成现在全世界 全球这样不可控的一个状况 将近200万的无辜的生命就这样不见了 那中国现在到现在就是 它跟全世界各国不同 不同在什么地方 你就看旁边的台湾就好了 台湾有一例 好 指挥中心马上要出来开记者会 出现了两例 或者说又增加可能 有本土的一个病例 指挥官陈思忠 站上整个 整个 这个记者会台上 必须要让 国人去公告周知 那相对的啊 你看到中国这样的处理一个方式 你会觉得它有点 荒腔走板的地方 你说外界怎么会相信 我动不动 我从这个月我看到多少 所谓的毒王 什么大连的毒王 什么异传三十几 然后沈阳的一个毒王 什么异传又四十几 那怪啦 你都会讲说已经这个毒王 传了多少多少多少 那出现出来的病例呢 你发现你把它加起来是兜不拢的 所以你会觉得 它是最怪的一个地方就是说 其实如果是一个抗疫的一个史诗的话 对中国来讲它这样定性的话 那相对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呢 就变成是各个国家是一种血泪的一个交织 就变成说别的国家是有够衰啊 一场病毒来以后啊 我相信越来越惨烈了 你像这样的一个封城 或者说紧急状态 我们以台湾为例哦 我们台湾算是非常透明的 然后赢得世界上的一个称赞 可是我们这边也有很不方便的地方哦 我们现在政府也是担心的 你只要这个疫情没有退的话 你看看 以现在来看的话 相较你去年相较前年来看 因为现在才一月份嘛 年轻人投入劳动市场的 应届毕业生 少了8% 那你说看中国那么多 你说你看他怎么办 疫情来了 你说假设我们是企业 我们一定缩编啊 对 我们怎么会去增加 人手 人力我们一定去冻结啊 还有大学生一出来以后 大部分都是有一些实习的计划 那这一些呢 在疫情的时候呢 全部都不见了 可是他们很奇怪 就是他们用尽各种极端的手段 当然他们也希望疫情能够止住 怎么奇怪 为什么止不住 而且漏洞是一大堆是不是 这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 一些可能手段上 或说可能有些疏漏 或说是怎么样 这个措施没有做到位 才会引发这个 感觉上那个疫情 是一直没有办法停止的 他这个就是不透明 你看他对于京城 天子底下脚下的 他就防控着 这特别的一个严厉 只要这个紫禁城 只要统治集团 这一些高官 有他们所在的地方 一般老百姓就不能进来 那有幸在旁边的一个老百姓 他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可是问题是 中国绝大部分的一个百姓 并不是住在北京城 并不是住在这个紫禁城 好了 你说很多人 你说村运 他到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如果说中国的疫情是 一看数字来看的话 他没有比别的国家特别多 那很简单 那你应该说 我今天确诊的人数这么少 感染的人数这么少 那我应该让老百姓 恢复更正常的生活才对啊 可是从那实际上 我们看的不是 这个地方疯 这个城市紧急状况 然后你告诉我们说 都没事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说 武汉这个噩梦 如果重新再重演的话 不是只有中国受影响 全世界又要受到影响 我们也期待说 他是健康的 他是安全的 中国如果再安全一点的话 全世界可能大家心头 比较安得住 但重点是 他完全不透明 所以我们用台湾的角度 去看待中国 不是我们看不懂 是全世界都看不懂 你会看到他很多紧急状况 可是你又会看到他 实际上他呈现出来的数据 到底是为了整个面子问题 还是他的情况真的那么安全 可是你又让人家感觉说 你那个地方紧张兮兮 动不动有一例例出来 我们台湾叫做超前部署 他那个一个确诊 或疑似一个确诊 那个整个化学兵 几乎是整个部队这样出来 在那边喷喷在那边撒 那我们这边如果叫超前部署的话 他是超超超超超前到已经部署到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可是重点是说 人车禁止到这个地方 禁止跨境 人只能出 不能进 可是重点是搞得这么紧张兮兮 那实际上的案例是多少 疫情还是一样蔓延出去 没有人知道 一个城市 烧过一个城市 再烧过一个城市 这边出现毒王 那边出现毒王 可是数据还是那么漂亮 这种极权的一个国家 他如果数据没有办法透明的话 毫无论断 毫无去评论的一个基础 只有剩下一个东西 恐慌 大家看到的就是恐慌 我们能看到的 你说你会相信说 今天北京零 我愿意相信你是零 可是我又觉得好奇怪的 就是说 不能进 只能出 然后动不动就在那边消毒 动不动就出现毒王 那个地方也出现毒王 所以我会认为这一波疫情 你看河北这样的一个乱象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统治阶层当然紧张 可是问题是说 如果不透明的话 全世界都不会信赖他 好 再来关心台美中三方关系的 最新进展 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 取消台美的交往限制 那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方老早就想这么做了 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取消 跟台湾的交流限制 蓬佩奥就说 取消所有跟台湾的 自我施加的限制跟联系的准则 这些限制都无效了 我们看到 其实在明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 就即将要访台了 同时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驻美大使 萧美琴也跟美国的 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见面 同时美国的驻荷兰大使 也跟我们的驻荷兰大使 都已经见面了 所以显然在国务院 取消限制之后 美台之间的交流 就非常的密切 但是我们看到 国民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 包括马英九前总统就说 美方做很多友善的举动 但实际没有用 那就奇怪了 马英九当年为什么要见 前美国的驻联国大使波顿 如果照他的标准来看 那跟波顿见面 不是更没有用吗 请教瑞德哥 怎么看为什么 明明这对于台湾的朝野 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蓝银为什么要这样 二眼相向呢 站在台湾的立场 那么见谁交什么朋友 对台湾有帮助有利益 那么我就赞成 很简单 不管执政的人 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 都一样 那么如果这次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他来台湾 马英九前总统说 那么对台湾没有任何实质帮助 刚刚主持人讲得非常好 那请问一下 那你当时见2009年1月6号的时候 见这个波顿 波顿还是已经卸任的联合国大使 而且当时的时空背景 刚好是共和党的小布希 即将要卸任的时候 跟现在很像 那你见他干什么 那很奇怪的是 国民党的这个 相关的立法委员 竟然这个变称说 包括国民党的政治任务 竟然变称说 那么当时见的是卸任 请问是卸任 比较有实质影响力 还是现任 比较有实质影响力 还有那个意义 大家都知道嘛 以前这四十几年来 能来的几乎都是卸任的美国官员 比如说前AIT主席 已经来几个了 都是卸任的不是吗 连总统 你看卸任的总统 克林顿才能来不是吗 对不对 那这些卸任才来 他对台湾的实质影响力 跟实质的这个 这个全世界的曝光率呢 到底是比较重要 还是现任比较重要 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你为什么 为了你政治上面的研判 你讲这个话 我觉得实在是有点离谱啊 那么当然了 现在包括美国驻河南的大使 邀请我们驻河南的大使代表呢 一起见面 这就是好的开始啊 美国的助理国务卿 那么邀请我们的驻美代表 这个肖美琴 这也是好的开始啊 那如果你什么都要讲实质的利益 我就讲嘛 你自己就好了嘛 你自己要卸任前 你都去新加坡去见了习近平不是吗 那我请问你 见了习近平 对中华民国台湾 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有什么 我问你嘛 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嘛 M503航线就化在海峡中心旁边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卡式的台胞证 也没有跟你协商 也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 没有 也就这样说干就干啊 那我再问一下嘛 那你们在这个握手 让人家拍照了以后 进到小房间里面包厢去调天的时候呢 马英九号称有讲说 希望习近平能够把 对准台湾的一千多颗飞弹 换掉嘛 撤掉嘛 习近平回你一句话说 那不是对准台湾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一颗就好 一颗后撤二十里 他都干不到 对不对 你有对台湾争取到 什么实质上的帮助 没有啊 你只有争取到 你自己飞到新加坡 跟他握手聊天 就这样子而已嘛 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没有啊 我看不出来 各位请告诉我 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你说 对台湾没有剑拔弩张 笑话 中共的苏凯27两架 一样飞过海峡中线嘛 对 对不对 这是你当时做的 当时你自己所面临的 一个状况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交朋友 不是只说 哎呦你对我有什么利益 朋友来到我们家 带着礼物来 我们先在门口说 你先把礼物打开看看 里面是金块还是银条 要不然的话不能进来 我们有人这样交朋友的吗 对不对 更何况一直强调嘛 去年防疫过程当中 捷克参议院院长韦德琪 为什么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跟捷克没有邦交啊 我讲白 韦德琪是谁 我们本来不知道啊 我们知道 福大科的市长 对我们很好啊 然后来到台湾以后 你看中共还说 要这个惩罚他 那个钢琴就不准人家运了嘛 台湾这一位这个企业家 谢谢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因为这样子 中共把这个捷克的钢琴 本来要这个 外交到中国去了 杀掉 直接订单取掉 我们他马上 我们这位台湾 这一位台湾的这个有钱人 马上下订单 几十步的这个钢琴嘛 对 那为什么 他也没有带什么礼物来啊 捷克也没有跟台湾断建交啊 就像马英九 跟习近平见面了以后 习近平也没有承认中华民国 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 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啦 不客气讲就这样嘛 这几年来 文攻武后都没少过啊 对啊 也没有啊 所以呢 事实上在这种如此情况 你马英九不是号称说 当了八年总统 有跟美国买了 两百亿美元的这个军售嘛 每次买 他们老共要每次抗议啊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呢 事实上呢 那么在交朋友的个人当中 不管他是哪里的朋友 他来了以后 讲白了嘛 那你那时候 陈云林跟那时候 郑立忠来 你还不是高兴的要死 对不对 你马英九执政 中国国民党还不是高兴的要死嘛 那任何人来 我们就以客之道 以礼相待 就是这个样子嘛 那他愿意来 我们以客人的方式 有朋之远方来 不亦乐夫 我觉得不管是站在台湾 哪一个党的立场上 都要这样子看待嘛 为什么 因为你在野党 你国民党当在野党 你百年大党 你也有可能希望有一天 重返执政不是吗 那你重返执政 一样要交朋友嘛 美国 虽然他每四年选一次总统呢 共和党民主党可能会更迭啊 但是他的文官体制是全世界 那么最健全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好像川普挺这个蔡小英 对不对 好像川普挺民进党 然后呢 川普就是跟民进党在一起的 川普就罪该万死 怎么样 莫名其妙嘛 请问你川普是挺的是民进党 还是台湾 你要弄清楚 否则你永远都别想要重返执政 对 所以台北关系提升到 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地步 那为什么蓝英是这种态度呢 不光是马英九说 友善 但是没什么用 那另外呢 费洪泰甚至说呢 克拉福特来台不是好客 是恶客不应该来 人都还没来 就说人家奥客 怎么会这样子呢 来一晚 我们说这个今天有媒体就说 国民党深蓝反美 管不住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亲中反美到这种程度 无法转弯吗 可能国民党也不是 深蓝才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国民党的逻辑就很简单 只要你跟美国好 尤其是跟他关系好的不得了的时候 台湾是危险的 为什么 他认为这样子中国是会生气的 国民党的逻辑也是认为说 只要跟中国好 台湾就比较没有安全上的一个顾虑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基本的一个逻辑 可是他的逻辑是错乱 他的逻辑常常每一段时间 整个党内的想法会完全会不一样 你像比如说 现在国民党是讲说 这个因为以前到台湾来的 那个驻联合国大使记忆卸任了 他的意思就是 这样中国比较不会生气